上一集我挖了60萬個傻眼 那這一集我要來挖金字塔的基地 但首先我們會需要一個計畫 因為我們的金字塔的大小是757x757 旁邊還需要留一些空間當緩衝 所以我就先抓個805x805 本來我放石磚的這個部分就是我們805x805的範圍 但是直播的時候觀眾覺得把這邊炸掉太可惜了 應該把它留下來當作是一個遺跡之類的 所以我又框出了一個新區域 這邊就是我們新的805x805的區域 那那邊就是我們之前挖的沙岩 這樣我們破壞的沙漠就可以被保存下來 然後這邊就會是我們蓋金字塔的地方 那如果用手挖的話 代表我們需要挖差不多8300萬左右的方塊 以我們挖沙岩的速度來當基準的話 大概會花費我們差不多 460天左右 如果是不眠不休的話 所以我們文明人要用文明的方式 用World Eater去炸 也就是世界吞噬者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開始來挖防暴溝 那為什麼要蓋防暴溝呢 基本上就是我不希望我到時候挖出來 800x800的那個牆壁啊 就是這樣坑坑洞洞的這樣不好看 所以呢 我為了要求一個平整的正方形呢 那我們的每一條邊 上我都要挖一個一格寬的防暴溝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去挖防暴溝吧 原本我想說挖一條溝應該不會花那麼久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光挖一條溝可能就要挖20個小時了 然後重點是 我們還沒挖完 但不得不說這條溝 這樣挖下來真的是 還蠻酷的 好啦 所以我們這樣不行 我們 靠自己人工徒手用工具挖真的是 太麻煩了 那很感謝我的觀眾小丁 他有幫我做一個 挖下降溝的一個機器 那現在呢 我們只需要在四個角落呢 各挖一個洞就好了 那因為挖四個洞也需要蠻多時間的 所以我想說 我就參考一下網路上他們的那種 炸洞的教學 好 那我們就開炸吧 好 四個洞都炸完了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蓋我們小仕吞 來炸出我們的下降溝 以及我們的排水溝 在這邊再次感謝小丁提供的技術資源 以及機械教學 也要感謝Jerome在我直播的時候 提供的技術資源 感謝感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炸我們的下降溝 跟排水溝吧 我們已經把四條溝都全部炸完啦 那我們現在在飛的是 呃 四吞下降溝 然後旁邊這邊比較小條的 這邊呢 是我們的排水溝 基本上就是不要讓旁邊水在炸的時候 突然從旁邊流進來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來炸的就是我們800x800的範圍 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趕快開始吧 但我們在開始蓋我們的大仕吞之前呢 我必須要把大仕吞所需要的材料都全部運過去 那目前呢 這些是我們蓋仕吞所需要的材料 那我們大仕吞最好的材料就是 史萊姆磚了 那史萊姆磚呢9101個 所以差不多是要三大箱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 就已經有三大箱了 所以我們史萊姆磚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綽綽有餘 好的 那其他比較麻煩的應該就是 我還要再合成我們的偵測器 那偵測器呢 我們大概需要1679個 那我上次已經有開了一次直播 去蒐集了27組的時音 然後還有我們蒐集的這些紅石磚 到時候全部都要拿來做 感測鐵軌 偵測器 活塞 還有黏性活塞 那剩下礦社的部分 我到時候再去我們的鐵定收藏庫 稍微拿一下我們的鐵定 應該就足夠了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搬運吧 好的各位 我們已經準備好 要來蓋我們的大仕吞了 我已經把所有需要的物資呢 都從我家那邊給運過來了 都有三大箱的史萊姆磚 然後 偵測器 還有一些其他的活塞啊 紅石磚這些的 那我們就趕快開蓋吧 OK 各位 我們最後一個方塊 我們就蓋完我們的大仕吞 準備可以開炸了 各位 放下去 呼呼 然後等一下就是把剩下下面的地方 就是我們剛墊腳的地方 給拆掉 兩邊都拆掉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開機了 來吧 各位 萬眾矚目的時刻 終於來臨了 我們終於要來開始開炸了 我們從一月份那時候開始說 我要來蓋最大的金字塔 我們現在終於要開炸我們的空置域了 各位 真的是非常感謝所有 每一個人 尤其是Jerome跟小丁 給我的所有的技術資源 以及所有其他的觀眾 一直來看我的直播 讓我有這個信心 相信我自己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的 如果現在 這個 這個紅石給他挖下去 然後他爆炸的話就好笑了 那我們就 開機吧 嗨大家 這裡是半夜起床 上廁所的阿瑞 剛好 上線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試圖現在運作的如何 然後我剛剛就 這邊飛來飛去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 我們這個村莊 已經變得不再是村莊了 雖然說才過了 才睡了六個小時而已 山就不見了 太酷了太酷了 哇你們這個村莊真的是海景第一排 然後 都更井也是第一排 呵呵呵呵呵呵呵 OK 嗨各位 我發現了一個蠻大的問題 這裡有黑曜石 這邊是岩漿 這邊是湖泊 然後 這裡挖開 還是岩漿 這裡挖開 還是湖泊 我們要來填地下水窟了 OK我目前打算是要讓他中間間隔 至少八格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比較保險一點我們九這樣 所以呢我可能從這邊開始 我要就是把這邊全部隔開 所以就算這邊到時候炸出來 那個水會往左邊流 他也不會流到岩漿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 又去挖點沙子 然後到時候我們再把這一片 水排除掉 歐話說 我剛剛走過來這邊的時候 我想說 奇怪這邊為什麼沒有東西 看過去什麼東西都沒有 這邊是破圖嘛 然後後來才發現 歐對耶 笑爛 好 那我們這邊就開始來填沙吧 OK 所以這個樣子的話 到時候我們水就算流下來 應該也不會碰到我們左邊的這些岩漿 那為了再更確保一下 我們可能要把這個 中乳石柱呢也給他挖掉 靠近 靠近水這邊都給他挖掉 應該就沒事了 我沒有弄錯的話 我應該這邊全部都處理掉了 喔這邊還有點水 OK這邊原本全部都是水 這裡本來都是水 全部都被我填起來了 這邊也都是 本來都是水 然後被我用海綿給吸乾了 好吧 那總而言之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把這邊的黑曜石給清掉 然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把我們的 試吞繼續開下去 OK好的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海水機啟動 然後讓他回歸到我們的試吞 開炸囉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我們到時候觸動這個方塊的時候呢 他就會開始往前走 那往前走之後這些黏性活塞 他就會往下延伸 他就延伸然後把他踢起來 那這個的話 我們基本上TNT就一定這樣到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在這一排 其實八百多格全部都蓋成這個樣子 好的 我已經把我們的這台機器給蓋完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啟動的部分 那基本上呢就是我們先把這裡給打掉 然後這邊史萊姆 史萊姆 然後這邊放一個粘性活塞 然後這邊也放一個粘性活塞 放兩格 兩格 這下面打掉 然後偵測器放上去 偵測器放上去 好了接下來呢我直接把這個方塊打掉 它就會開始跑了 然後就各位所看到的 它就會把 黏在下面的那一層的方塊往上提一格 哇這好酷喔 全部被提起來一格啦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本來就兩層的 到時候可能就要自己手挖 但是用這個機器應該就可以少挖很多東西了 OK那接下來呢就是把我們的這些東西給拆掉 那拆掉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再發動我們的TNT複製機 把那一層給炸掉 然後排水機再讓它跑一遍 應該就差不多了 OK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來啟動我們的TNT複製機 那如果我們正常來說用我們的試吞的正常啟動方法 它會先往下壓一格之後再啟動 那我們不要讓它往下壓一格 所以呢我們就必須要 手動去啟動它每一個TNT複製機的粘性活塞 所以呢我們再做一個飛行器 用紅石磚來給它啟動起來 好的那我們的簡易的飛行啟動器就這個樣子完成啦 那我們就給它啟動吧 好啟動 好的它就會這樣帶著那個紅石磚一一的啟動過去 然後不然已經掉下來了 剛剛TNT應該是炸到我們下面的硬家方塊了 OK那我們的TNT呢就會剛好炸到那個我們上面這一層 那下面的這個經驗層呢它就不會有任何的 就不會炸傷我們下面 除非它下面是那個礦物的方塊 因為它的抗爆係數比較低 所以呢還是會被炸掉 那基本上呢我們就可以用這樣把我們剩下的渣渣給炸掉 話說這一片805x805真的是有夠大的 我剛剛炸之前呢我就已經有就已經有懸完一輪了 但因為太大我可能還是有一些地方沒有沒有檢查到 所以還是會有遺漏一些一些寶貴的這些礦物在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地已經弄得很幾乎超級平了 就只剩下一些地方可能就是原本是兩層的 然後沒有被吸起來的方塊 你就來稍微清理一下吧 OK 我應該都挖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可以來啟動我們的排水機了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只需要把這個給拆掉 終於 805x805的部分 全部處理完了 我們下一集呢就可以開始來蓋我們的金字塔了 喔 nice 那假如說各位喜歡的話麻煩請你們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讓YouTube演算法再注意到我 那另外假如說你們覺得我這部影片不錯的話 那也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在minecraft生存模式看到這個一望無際的這個編輯 感覺上真的是蠻奇怪的 但真的超級酷的 好啦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啦 大家 掰掰 那邊 好啦 各位 那邊 那邊 vminecraft生存模式 那邊 挖你的崴下 嗯 我要下去囉 三 二 一 最美麗的焰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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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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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